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长 上礼拜本位同仁咨询你的时候 你听了刺耳 一个不爽 你就坐下去了 还翘起二郎腿 我今天的咨询 你听了会更刺耳 所以我准备了一个堂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待会你就直接躺着吧 反正就像你葬事的嘛 你说我们议会议事规则也没有硬性规定 所以我建议 待会你要是听了刺耳 你就躺下吧 前几天 蔡英文主席啊 批评马锡惠是伤害台湾民主 结果柯市长 你就说啦 你说 不会啦 还好啦 不会啦 还好啦 只是 常常是这样嘛 做的 现在也不知道结果怎么样嘛 所以 不过以我跟中国打交道的经验 大概都是暗表超哥 可是啊 你这是打脸蔡主席 不但这样 你还说 你说 根据你跟中国打交道的经验啊 你说大概都是暗表超哥啦 请问啊 是暗哪个表啦 可是啊 你的表拿出来我看看好不好 你跟中共暗表超哥 你是超什么表啦 你说 根据你跟中国打交道的经验 来啊 你这张表拿出来我看看 是什么表 你在八月份到上海城市论坛 你就这么说啦 你出了一个中国 你还说两岸一家亲啊 而且你还提到你五次喔 你提两岸一家亲 你还说这个论坛是两岸的七夕桥啦 诶 真的是跟马英九一曲同工 诶 马英九也是说 你们是帮两岸搭起友谊的桥梁啦 这个红标上面写 你五度提到啊 民间先行 政府支持啦 那这个是什么 这跟中共所讲的啊 以民逼关 以商逼政 可是啊 原来 诶 莫非 莫非习近平讲的齁 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同胞胸 就是指你 是不是 不会吧 他也不认识喔 原来你们是一伙的啊 遥相呼应 马熙位之前 你就这么讲啦 所以 可是啦 嗯 我在这边要提醒你就是 不在其外 不谋其政 中国政策两岸问题 不该市长管的 我正是郑重在要求你 以后不要再借上海论坛城市交流之名 去行对中共 没来一眼去 暗通款取之时啦 可不可以 最坚守本土立场齁 是我们广大的主流民意门啊 可是啦 我觉得你在这个部分是 有动摇 而且很摇摆的 你为了进入中国 登上上海 诶 你不惜说 这个一个中国两岸一家间 一五新观点 你用这个换取进入中国的入场券 这算什么啊 没有没有没有 也好啦 这一次马熙位出酒了吧 这个点醒你了吧 不是这样吗 马英九是很糟糕很错误 啊你呢 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啦 你跟他真的是 就我讲的嘛 你啦 马英九啦 习近平啦 啊张志军啦 我说你们这个就 看你们的言行喔 一伙的嘛 所以习近平说啦 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同胞兄弟 你这句话好好记着 我在想他广义的就是在讲你吧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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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